很多人在1.1都吐槽 啊 主线怎么这么短 剧情怎么跟范外一样的 没啥关联 还没玩过瘾就结束了 别急 1.2不就来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风 绝区令1.2前瞻直播如约而至 就如通光彩所说 1.1的剧情和内容量 属实是有些短了 很多人预判 1.1其实就是1.0 和1.2主线剧情之间的缓冲版本 作为过渡用的 那么事实体验下来也确实如此 这次的前瞻直播里 就提及1.0老逼登的去向了 我个人认为1.1版本除了过度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做试探 因为大家对走格子玩法的一致不认可 绝区令在1.1的主线剧情中 一次也没有用过走格子 玩下来却是流畅了许多 官方肯认真做调整 玩家们对绝区令的热情 在当时也回温了不少 那么本次新版本 可以称作名副其实的主线大版本 展现的新内容和新剧情量巨大 地图也来到了全新的外环 新地图肯定一堆啊 更别说眼花缭乱的新活动了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更新优化内容了 关于优化部分 我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讲解 本期视频 先带大家全面了解一下 1.2有什么新乐趣 依旧本视频杀不住对人意见 以下省略点个关注 我们直接开始 不得不说啊 绝区令没有鸡米这样的灵魂主持人 总感觉差了一点味道 依据每次我都幻想开头会来一致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鸡米 大家可以发现啊 一个版本的量多不多 看它前瞻PV视频的时长 就能猜出个大概了 本次1.2有足足5分钟 1.1版本才3分多 足以证明这次大版本的量了 量肯定是大的 但是我更希望是量大广宝的那种啊 从PV里能看出几个信息 一个是主线会围绕火日骑行 这个活动展开 然后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帅的新Boss 从万环大家都是标车党来推测 一次这个Boss也能开摩托车啊 而且PV里的这个画面特性 看着像二阶段 只能说这样的Boss 没有哪个玩家会拒绝啊 帅是真的帅 卡里东之子阵营作为外环的物流运输公司 甚至承接外环和新爱丽族之间的物流运输服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经常能在家门口看到派派在看车啊 之前在玩具店门口还能看到莱特 不过当时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目前也就看到过那一次 然后就是第一个重爆了 游戏里可以开摩托了 没错你能飙车了 虽然目前不清楚 到底是只有剧情里专门一段给你开 还是以后能陆陆续续地 开发各种大世界地图让你开车 目前还不清楚啊 大家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不过标车如果做得好的话 真的是很爽的 毕竟绝区林里不能跳嘛 只能开车爽一爽 这次1.2新增的两位大雷角色 我也介绍过非常多次了 分别是第一期限定五星防护位 加半击破位 加支援位的手残浮星 海萨 护盾型 拐力型 击破也还算不错 放给手残玩家 可以增加过关率 放给高玩 可以配合强化战绩 而是极其流畅的combo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定位的角色 下一个是辅助类一场 伯尼斯 作为后台位 他的出场时间比较少 一般是切上来打一套 就换主C输出 但是这种类型的角色 反而是比较保值的 只要伯尼斯自身的数值 度过优秀 那么在未来下一个 更强的辅助一场出现之前 伯尼斯都可以在一场队里 站立一席之地 目前唯一的担心点 就是和专武的绑进太深了 真的说深过凯撒 所以大家请根据 上线后的实际情况 决定自己的抽卡策略 详细的也都在前面视频提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了 别的不提 就这两个大雷角色 而且阵营里 还有我最爱的露西 我宣布 卡里东之子 要变成我的主队了 接着来到大家期待的活动方面 就我整体过了一遍 终于不是1.1 这几个注水活动了 沙罗黄金周 几乎说马马虎虎吧 第一个大活动 五星酒馆 非常经典的一个 五星叉叉类活动 好处就是 它能做得很长 至少不会一天就五分钟 实际没几天就结束 如果剧情做得 再好看一点的话 在外环这种 类似西部 风野 振兴酒馆 是挺对味的 当然绝区灵这波 就等于把地图彻底扩大了 以前只有新爱黎度和空洞 现在变成还有了外环 那么外面 还有别的城市的概率 又变高了 目前的世界观 和真正的游戏主书剧情 除了那个PV之外 我还看不太出来 现在还是保持着 绝区灵一贯的 诙谐幽默风格 或许还是要再等等 说不定大家最爱的雅剧情 能别一点线索 该活动通关后 还能免费获得一个露西 露西如果预计好 我爱个六命 还是要舒服的 那么如果你正好没有六命 那么白送你一个露西老婆 你们不要吗 下一个活动 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活动 小游戏 戏雪鬼性层者绝区灵版 这个游戏类型 有多魔性 多杀时间 相信玩过的应该都知道 不少游戏 请不许卢阿露 都把它做成了PVE活动 足以证明 这种游戏模式的受欢迎程度 确实是魔性啊 一把接着一把 根本停不下来 活动也会给不少材料 和贪吃蛇那两个 应该差不多 不过话说的难听一点 我唯一比较担忧的一点就是 这种类型的游戏 是需要长时间处维护平衡 出全新的装备 全新的地图 制造新的爽点的 花那么大精力 做了一个游戏 如果只是为了活动 零个角力 就被丢到角落了 那和贪吃蛇 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还是希望 接着这一块 能多来点反馈 哪怕和深渊一样 周期性的给点奖励也好 不然蛮好的一个设定 真的挺可惜的 你们觉得呢 下一个 以太虚记 是一个给装备 立上词条道具的新活动 看着里面有一些小游戏啊 其他的暂时还不清楚 卡尔哈这里的拼图小游戏 还与141杂货店的友情联络 这种应该都是属于小活动了 每天跑两步完胜 新战头委托 说不定会有新boss在里面 毕竟1.1加的任务里面 就有黑剑在 这次黑剑 说不定还会进高难轮换 如果进的话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boss终于不是那几个了 来点新机制才能先赶 然后官方还发了 全新的两套装备 我就问一下 之前为凯撒刷装备的痛苦吗 人家的专属四件套来了 原始朋克 就是为凯撒这种防护类准备的 而且他给的属性太对了 护盾量增加是粉分 后面的全队伤害提高15% 是精髓 凯撒的拐力再一次加强 像凯撒 赛斯这种都是必刷的 目前肯定是最优选 第二个混沌爵士 是给异常戏使用的 火和雷当然对应的是 柏尼斯和格丽斯了 只是因为格丽斯的定位 是强战场角色 后面的buff 只能说是锦上添花 并不能像完全适配他 而柏尼斯就很适合了 本来就是切出来打一套就换的 配上这个装备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四件套直接安排 大的还没完 还是一个我觉得很重量的活动 培训课 可以说这个课本身的游戏乐趣 都并不重要了 因为重要的是 他竟然能挂机给角色练等级 我当时听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开服老玩家两行累啊 一个角色练蛮 你知道要花多少体力去刷狗粮吗 练任何一个角色 都是体力要黑洞啊 好多角色根本拉不起来 现在这个挂机给金眼 真的太重要了 等于免费送给了你一大堆体力 还不需要你去刷狗粮 他自己就能升级 虽然说看着给的经验是有限的 但已经足够了 我认可了 还没结束 下一个还是大活 零号空洞新增了一个闪击模式 目前是探索和闪击双模式 探索模式就是现在传统的走格子 而闪击模式直接把走格子去掉了 战斗爽 在这两个模式里 你都能选难度 类似于之前的难度是EUV 别的不说啊 这样一改 我确实更想玩了 之前一只走格子打下来了 差不多二十几分钟 现在我只要战斗爽的话 每一把选完buff的下一把 我都会变得更强 然后就砍了EUV 类似于1.1的那个刀根行动啊 我就爱看你EUV 有多少我不敢想啊 最后 签到的十连和十个帮务币 一组存在 对换码我也会放在评论区 大家尽快对换领取 因为14号晚上就到期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EUV 优化内容 还从说过了 我之后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结合之前优化动态的官方放的点 来具体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抽个更新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大家 我是天风 下次再见 拜拜